當然可以贏到世界冠軍 可以繼續衛免世界冠軍 可以想到很完美 體能上覺得出道的時候 就是無限能緣 會累的 但好像用得很快還能回到繼續 現在心裡會覺得好像差一點 但又未去到很差 沒有最初用不完的感覺 但現在力量方面可能會變大了 訓練的時候令自己的肌肉和基礎做得更穩固 令到在訓練的時候 就算被人攻擊的話 自己的防守都會穩固很多 承受別人的重拳的時候 我都可以 很重的拳我現在都可以承受到 這個又是現在和以前的分別 最想提升的是在自己的防守方面 希望將自己的傷勢盡量去減低 對我的拳擊的生涯都可以再現場 有試過每個星期去跑上山頂 跑到小腿裡面發炎 然後走路都痛 以前手指骨這個 這個應該很多人都知道 對 打到腫了 其實那些都是訓練的時候 和人實戰的時候 打到一些肋骨 又不是去到很大的傷 但就會在裡面少少痛少少痛 這樣纏繞著 擊掌太多變化了 就算A壓著B來打 可能只有一拳 幸運刀 可能反過來 就擊掌了對方 也不奇怪 所以 不可以說 很肯定 贏 這樣 這個真的會 太多變數了 拳擊的變數 不單止是 自己打比賽 贏輸影響到 可能你想著挑戰的對手 可能他的贏輸也會影響你之後走路 其實每一次都要做好 最近這場比賽的效果 才可以再看之後的變化